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该滑板体积庞大 建造起来非常困难 由三个人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制造完成 这个巨大的滑板是普通滑板的12倍 上面能站立40个人 共同一起滑 由于体积大 走在马路上像是一辆移动的车 需要具备很大的场所才能放心地滑 不然在公路上很容易会出事故 由于体积大不方便操作 必须要借助地面上的大坡度才能滑下去 如果要上坡 必须要同时几个人用力蹦起来 而且想要刹车的话肯定没法刹车 这样的滑板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它的外观功能和普通小型滑板车是相同的 只是零件全部是加大号的 由助交轮子换成了赛车的轮胎 但是造价非常昂贵 据说这个巨型的滑板造价耗资了13万人民币 对此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呢 你们想玩这样的一个巨型滑板车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